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湖 图画纸 颜色纸 白纸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今天佩许老师要来教你们的画的是 兔子发萝卜 制作兔子的步骤 首先在颜色纸上面 把你们的小手画出来 用魔术笔沿着手掌的边缘把它画出来哦 好 画好了 我们就拿剪刀沿着线 把小手掌剪出来 接下来 把你们剪出来的小手掌的中指 用剪刀剪掉 好 剪好了 我们就拿魔术笔 画上兔子的小眼睛 小鼻子 小嘴巴 还有小兔子的胡须 画好了 我们就把小手掌的尾指和拇指压一压 最后 我们拿颜色笔 画上小兔子的耳朵 这样一只小兔子就完成咯 制作萝卜的步骤 首先在一张白纸画上三角形 然后我们在三角形上面画上叶子的形状 好 画好了 我们就拿颜色笔 涂上颜色 三角形 我们涂上橘色 叶子 我们涂上绿色 哇 小朋友 你们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一根小萝卜 说画好咯 接下来 我们要拿剪刀 盐子线 把萝卜 剪出来 哇 小朋友们 你们看 一根萝卜就完成咯 接下来 我们在图画纸上画一条线 然后涂上泥土的颜色 褐色 好 涂好了 我们就拿出兔子 跟小萝卜 在小萝卜 都背面涂上浆糊 粘在梨土里 小兔子也一样哦 在背面涂上浆糊 然后粘在叶子的后面 老师选好了两只兔子 两根红萝卜 小朋友们 如果你想做很多只兔子 很多根红萝卜 也可以哦 接下来 我们可以画一些小花朵 一些小草 小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在天空上画上太阳 小云朵 小云朵 小鸟 还有蝴蝶哦 这样兔子把萝卜的画画就完成咯 小朋友们 我们的美老结束咯 小朋友们 如果你有成功的话 记得邀请爸爸妈妈拍照起来 传给老师看哦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